哈囉大家好我是葉迪老師 這集要講給有近視眼的朋友們 你們去配眼鏡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我今天要講的這個點 它很重要 一副眼鏡可能兩千到四千塊 如果你沒有好好的去 有這個配眼鏡的知識 你可能就會被框 然後就會配錯 那你就得不償失 就損失兩三千塊 買了一副眼鏡也不能戴 那也沒有用啦 那沒有近視的朋友 你今天可以當一個小知識來聽這一集 好事情是這樣的 這兩天葉迪老師我去配了這副眼鏡嘛 那我也想說戴著戴著 戴了兩天好像有點不適應 所以我就回去找眼鏡行的這個行員 他幫我調整一下 就是東調一下西調一下 再給我戴著看 那發現好不適應喔 我就在想說這副眼鏡是不是有問題 然後就請他幫我重新量了眼睛 就發現我的近視閃光閃光角度 都和我配眼鏡的時候去量測一樣 那我再檢查了 用儀器檢查這個眼鏡的規格 它的近視閃光閃光角度 也和他原本想要製造的一樣 所以簡單來說我的眼睛兩側是沒問題的 我的眼鏡規格 據行員所稱也沒有問題 那我就奇怪啦 因為我這次換這個眼鏡 並不是因為我近視督促加深 只是因為我單純原本那個眼鏡 已經刮傷到 我看2D電影都像在起霧你知道嗎 好像在看4D有煙霧 所以我就想說不行一定要換 對了題外話 我那天去看子彈列車的時候 媽的電影院有一隻飛蛾啦 在我面前一直飛來飛去 怎麼看 好題外話結束 我想說我近視也沒加深 理論上我要適應一副新眼鏡 不會是太吃力的一件事情 應該很快可以適應了 怎麼我戴了兩三天 還是覺得這個眼鏡怪怪的很不適應 那我就在想說 我原本的眼鏡和我新的眼鏡 差別在哪裡 怎麼會那麼不適應 然後我就心想到一件事情 各位記不記得 你們去配眼鏡的時候 除了他問你說這個鏡片是球面還是非球面的 這個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 球面就是你今天一顆球 今天哪一顆 一顆玻璃球 然後從某一塊把它切下來 那個弧度就是球面的鏡片 那非球面呢 那它可能是一個鏡片 它的前面後面是不同的弧度 你可以想像成是二次曲線的組合 所以它就不是一個用球去切下來的形狀 那當然你球面鏡片你在 各位有學過地理吧 那個什麼麥卡托投影 那個地圖投影的單元 各位記得嗎 你越遠離球星的這個投影 它會變形的越嚴重 所以我們不用球面鏡片就是這樣 因為它變形太嚴重了 你會導致根本在中間的時候 你可能看得很正確 但是一遠離中間你就會馬上變形 所以這個很難用 所以一般現在流行都是用非球面鏡片 那除此之外 一般現在的人應該大部分都是配非球面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人會去配球面 那你幹嘛不去把一顆球 切下來戴在眼睛上 沒有啦 反正順帶一提第二點重要的是 大家都應該配非球面這個沒有問題 我說第二個重要的是 除了這個之外 店員這時候就會推銷你說 你的鏡片厚薄度如何啊 假設你今天是高度近視 各位知道近視越深 你的眼睛的厚度就會越厚 這個時候他就問你說 你要配 薄 超薄 超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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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你就看它的價格 越薄的眼鏡 超超貴 超超貴 超超超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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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眼睛都快掉下來 不用配了 眼睛都掉下來了 對 這個時候你就想說 超薄它的原理是什麼 為什麼會變得超薄 我就想說我和上一副的差別就是 因為我現在有在賺錢了嘛 我上一副 我們先講我們怎麼講這個厚薄度 它是用折射率來形容厚薄度的 我們折射率數字越大代表越薄 像我上一支配的是1.61折射率的 這是我配到1.67折射率的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更薄的 叫1.74折射率的 那這已經是一個極限 通常一千度近視以上的 才會被建議配1.74 那世界上還有一個1.76折射率的 它據說只有日本的某個大學 可以做得出來 那通常都不會建議做到這個 世界之最折射率1.76 那反過來說 我原本在負1.61 再下來還有1.56 再下來還有1.5 但是通常也 大家都不建議配1.5的眼鏡 因為那已經厚到一個很誇張的程度 那可能一摔 你的眼睛就直接裂開了 跟一塊什麼 琥珀一樣 對 反正沒有人會配到1.5 這麼厚 太厚了 我原本 我像我近視700多度 那這次我想說 我有工作 我有經濟能力了 我就來配薄一點吧 我配到1.67好了 我仔細這樣一回想 我好像最大的差別 就是從折射率1.61 配到1.67 也就是說變薄了一個層次 貴了一個層次 那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嗎 那我就想說 這個變薄變貴 我其實思考的謬誤就是說 好像貴的一定比較好 真的是這樣嗎 我就秉持著這個 要探索我的靈魂之窗的這個想法去搜尋了一下 欸居然被我找到 不是這樣欸 店員沒有跟你講的東西就在這裡 跟各位講 一定要看懂啊 我剛剛才跟我的銀行 不是銀行 眼鏡行的這個配鏡員 驗光師 我才剛剛我去查到 我才跟他講這件事情 他才承認說 我原本那副眼鏡的阿倍數比較高啊 什麼是阿倍數呢 阿倍數是什麼 是什麼很奇怪的名字 那阿倍數是一個翻譯的一個名字 阿是阿婆鐵蛋的阿 欸不要問我為什麼不講阿婆就好 阿婆鐵蛋的阿 貝是貝殼的貝 那數就是數字的數 它是翻譯字英文啦 ABBE number 可能叫AB number 或是阿倍 number 欸我不知道啦 反正它就是德國物理學家 恩斯特阿倍發明的一個物理學數 我們跟你講 同樣的材料 我們物理上有很多東西 同樣的材料 它會有某些性質是一樣的 我們阿倍數就是這樣的一種材料 我們同一種材料 它就會有一樣的阿倍數 它阿倍數呢它的定義是 一些光 不同光線 比如說藍光 黃光 紅光 在這個材質的折射率 各是多少 那去做一個公式的運算 得到這個阿倍數 所以理論上 同樣材質就會有同樣的阿倍數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鏡片它是呈現一個陷性 就是我的折射率越高 我的價錢越貴 那我的厚度就越薄 理論上阿倍數應該是會越大 或者是越小 結果出乎意料 我原本那副眼鏡的阿倍數是1.61 那 它說 原本那副眼鏡的折射率是1.61 它說阿倍數是41 那我現在 眼鏡配到1.67 它的阿倍數居然只剩下32 沒錯 阿倍數越高 它代表的是視野越清晰 你的射散程度越不明顯 也就是說 你的視線品質會更好 簡單來說 我配的這副眼鏡更貴 更薄 可是它的阿倍數是下降的 那更吊詭的事情來了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提到 1000度以上人要配的眼鏡 是不是要更薄 它的折射率 比我現在這副1.67的高 它是1.74 它價錢更貴 但是它的阿倍數有更差嗎 沒有 又上升了 那各位記得我剛才最一開始提到 我們折射率最差最差 它1.5的眼鏡 它厚的跟什麼一樣 它的阿倍數居然是最高的 58 最高最高 所以各位覺得很奇怪 最低折射率的眼鏡 最厚的眼鏡 它的阿倍數58 最高折射率的眼鏡 最薄的眼鏡 最薄的眼鏡 1.74 它的折射率也不是最低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折射率從低到高 這樣吧 低到高 我們眼鏡後薄度是不是這樣 就是往下 折射率越高 後薄度越薄 那它的阿倍數呢 是怎樣呢 我是這樣 丟丟丟丟 欸 非常奇怪 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不是線性的 各位 這邊我就要推理了 阿倍數根據 維基百科說 它只跟東西的材質有關 所以 它是跟折射率沒有直接相關的 因為我們知道 阿倍數也是折射率推倒來的 所以 它沒有直接相關 只是有關 所以 可以推得說 如果 折射率在越高的情況下 折射率越高 越薄 眼鏡越來越薄的情況下 它的阿倍數居然是亂跳的 的情況下 這是為什麼 答案只有一個 我們可能眼鏡的生產的折射率 1.5 1.56 1.61 1.67 1.74 可能是世界統一的規格 也說不定 我不知道 我推測 對 但是這些折射率來講 如果它的阿倍數都不同 是不是代表說 各種擴薄程度不同的眼鏡 每一種 如果它的阿倍數不一樣 代表它的材料就是不一樣 所以 那你可能講說 為什麼不用同一種材料就好 這樣我一定選最薄阿倍數最好 這點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推測 可能不同 越來越薄 不同的 不同薄度的眼鏡 它適合的材料不一樣 可能跟成本考量有關 可能跟品質考量有關 那你會問說 那假設如果我見一個不在乎重量的人 我去配一個最厚的眼鏡 折射率最低的眼鏡 那我阿倍數最高 我的視線品質不就最好了嗎 欸 這點也不一定 我們購買眼鏡 我們配戴眼鏡 最重要的還是要一個權衡阿 我 我不要太厚嘛 你厚的其實你邊緣的那個 折射率那麼低 你其實一下就散出去了 這樣也不好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們要挑折射率適中 阿倍數也適中 像這次我覺得我眼睛這次 怎麼調都不協調的感覺 我覺得是跟他阿倍數大幅降低有關 從41直接降到32 差不多四分之一 我的視線品質直接下降了25% 我有點無法接受 所以如果我下次要再配眼鏡 我可能就不會配到1.67這麼薄 我可能配1.61就好了 那當然啦 很多各家眼鏡業者 他官方宣稱 就是1.67大概是500到800度左右的人配 那最高級的1.74可能就是800度 以上 那再往上一集的1.61可能那個厚度適合300到500 不過我跟你說我700度 我之前那副帶1.61也是沒什麼問題啦 所以反而他的視線品質阿倍數 還是在一個中間的高峰值 對還是就往下往上都沒有最好 所以我下次可能還是會配1.61的眼鏡 所以各位 以後要配眼鏡的時候 不妨去參考這個數字 另外呢我跟各位分享一個我小時候的經驗 小時候會有一次去配眼鏡也是 我戴了一整個禮拜 都覺得眼睛頭狠 因為不知道怎麼了 結果 那個老闆超白癡的 我自從那次之後 我就不去那種小型的眼鏡行 我一定去大型的眼鏡行配 像是人擦眼鏡 擦愛眼鏡之類的配 絕對不是在意的配 只是跟你們分享 你不去是你們家的事 只是說 為什麼 因為他那時候跟我說有問題 結果後來去量一發現 我的同距量錯了 我跟你講 同距就是兩隻眼睛間的距離 比如說眼魚哥有10公分 或者是什麼 我可能 比如說我的眼鏡距離是5公分好了 那他眼鏡 他眼鏡原本都是兩個很圓圓的鏡片 他用膜嘛 他的中心點距離算錯 然後鬥在眼鏡上的時候 有落差 導致我看出去的時候 怎麼看都沒辦法聚焦 所以我跟你講 眼鏡有些那個 眼鏡的參數 你其實都可以跟眼鏡行確認 對 那比如說摺射率 阿倍數 然後這個同距是多少 你眼鏡的距離是多少 那你這個眼鏡鏡片的中心點 有沒有剛好 鬥在眼鏡上之後 是你眼鏡的中心點 就是同距啦 同孔之間的距離 對 那這些你都可以 你甚至可以拿著眼鏡去 另外一家眼鏡好像複測 重複測量之類的 也可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對 差不多是這樣 今天這集就講到這裡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喜歡這個小知識系列 那不喜歡的話 我下次就不拍了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